从最近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 美国对伊朗可谓是真的恨之入骨了 日前美国财长对媒体放眼 要让伊朗的石油一滴也卖不出去 并且声称除了对部分国家实行豁免之外 任何继续购买一方石油的国家都将被视为和美国做 对 并因此受到美国的特殊造福 这些部分豁免国家制止的谁呢 其实不难推测出 也正是这个部分豁免 暴露了美国真实的目的 此次禁令有人逼伊朗更受伤 在美国的封杀令出来之后 原本最坚持反对态度的国家是印度 在中俄还没有表态的时候 印度就已经率先表示 不会因为其他任何因素而影响印方与伊朗的贸易关系 但是结果呢 随着美国的一轮又一轮施压 这个正在崛起中的亚洲大国最终还是没有抗住压力 从伊方进口的石油瞬间锐减一半 很多人不知道 在美国的禁令之下 损失最大的自然是伊朗 但其次损失最严重的就是印度了 近几年来 因为享有人口红利 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体 尤其是近几年的经济增长 更是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 美智库预测印度将在2030年全面超越中美 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同时智库还曾坦言 印度成为超级大国的可能性 甚至超越俄罗斯 排到了世界第二 这似乎是美国专用的套路 只要有任何国家在快速崛起 必然会受到美智库的碰杀 因为崛起过快 印度逐渐开始上了美国的菜谱 就好比这次禁令 看似针对伊朗 实则印度也在美国打击范围之内 这么说大家可能不是很明白 那么换句话说 印度石油进口主要来自哪里 两个国家 伊朗和委内瑞拉 很巧合的是 这两个国家都在美国的制裁圈里面 一旦印度对美国妥协了 就意味着印度70左右的石油进口 将要另寻卖家 缺少能源 这对印度发展的打击不可谓不大 更重要的是 在美国的警告对象里 印度得到了重点照顾 甚至为了督促印度执行禁令 美国多次威胁将派遣航母前往印度洋 近日还将派遣代表团前往印度进行谈判 英国路透社表示 美国极有可能向印度开放部分战略储备 以加速印度断绝与伊朗的石油来往 但是可以预见的是 如此一来 印度对于美国的依赖将更加严重 这对印度未来的发展极为不利 作为同样被美国捧杀的对象 日本的坎坷经历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 所以从长远来看 此次石油禁令 印度比伊朗损失更惨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